第三个项目就是把投影片的标题显示格式去除图片的外框 所以第一个我们找到功能 在这个我刚刚讲过就是常用里面的选举窗格 找到标题所以你点一下标题 那这个标题要做什么呢 在格式里面找到它的图片外框 把它无外框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没有外框去掉 那图案效果的话阴影要什么 要向上上方位移所以点这个就可以了 OK它本来没有的把它改一下 那个上方位移这个选项 那你会发现它这边有外阴影内阴影 里面的阴影跟外面阴影 还有透视图等等 那你要选对 把这个选取之后OK 所以图案效果里面的话找这一个 找完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就完成了这边效果 接下来的话就是调整标题的位置 它的左边界2.5公分 所以特别是说左边 刚刚好像有看过左边界 然后上边界的话0.3公分 所以我们如果要调整那个对齐方式的话 第一个靠左对齐 所以第一个把它靠左对齐 那怎么靠左对齐 常用里面不是会有什么呢 靠左靠右对齐 点下去靠左对齐 第一个常用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呢 把它的按右键 刚刚讲右键大小级位置 这边有一个文字方块 其实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文字方块里面的话呢 刚刚是把这个打勾取消了 不过这一题不是 它说要这边边界要2.5公分 所以你把这个从这边到这边2.5公分 那上边界的话呢 它说0.3公分 0.3 OK那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完之后把它关掉 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什么修改简报沟通的文字 它说改成这个颜色 192 其实就生红色00 然后并加上文字隐隐 那怎么做呢 接下来的话呢 它说简报这两个字 改成生红色 所以简报 按砍措键 其实这边也有颜色 或者你按上面颜色 其实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颜色 找到生红色是不是这个 这个就是了 生红 不过它有那个192.0 你可以用其他色彩 点这边 制定一下 这边改192 这样也OK 这样比较精确 不然的话 如果你用生红色 怕差一点点颜色就不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颜色的设定 接下来的话呢 它说编辑投影片一一的logo 图片做剪裁 所以logo怎么剪裁 那位移X1.9公分 所以第一个呢 投影片一的logo在这里 第二的话剪裁 当然这边预设是有个剪裁 不过这个剪裁是直接就剪裁 你会没办法设定那个剪裁的XY 所以怎么办 按右键 一样到大小极位置这边 它会跳出一个图片剪裁的图片设定 里面的话就会剪裁 OK 你如果用这个剪裁 好像没办法剪 看它里面 它是不是可以剪裁 最是好像这边没有办法去剪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剪裁的话 请你按右键 我是用什么大小极位置 然后切到它的最右边一个图片 就会设定那个位移X 那位移X的话 它1.9公分 所以把这个1.29 改成1.9 然后呢 这样就完成 我们要的那个设定 1.9公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部分的话 就是第五个项目 投影片二要显示格 这个投影片二的 那个显示格 背景的部分 要实心填满 要橘色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设定完之后 这个可以把它关掉了 那再来什么 切到第二张投影片 背景的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边 背景的部分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填满的效果 我的习惯也是背景格式 我喜欢按右键 这边有个背景格式 那背景格式的话 它会怎么样 跳到这边 本来是渐层嘛 那你可以改成 实心填满 不过它预设是白色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一填上去 哇 白色不见了 所以你要改色彩 色彩的话呢 它要是橘色啦 不过那个橘色 它有给那个色彩 所以找其他色彩 然后制定一下 下有RGB 它有给三个数字 228 108 10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228 然后呢 108 再来什么 对好 OK 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不然填上去颜色 主要是因为 字也是白色 所以如果你字也是白色 底也是白那当然就 再来的话下方的白色举行 取消外框 所以下方的白色举 下方有没有白色举行 大家如果你点这边 就会看到了 或者你可以用 常用里面的选举窗格 其实好像也可以看到 举行在这里 OK 就这一个 然后要做什么呢 它说要取消那个外框 所以外框部分的话呢 你就把它变无外框就可以了 无外框点下去 这样的话呢 就把那个外框取消 然后呢 复制投影片1的logo 贴到投影片2 大小位置需一致 所以呢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一张的logo 这个这个logo 简报什么小学堂 OK Ctrl C 当然未来如果说 你的简报里面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logo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Ctrl V 所以上面是Ctrl C 下面是Ctrl V 那Ctrl V的话 它会贴到一样的位置上面去 所以大小位置不用调整 只要贴上就可以 位置都会一样 最后的话呢 投影片2 它说取消那个动画 OK 打动人心的简报 通常技术不难的动画 然后呢 修改下面的动画 要淡出进入2秒钟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动画 动画怎么看 这边先关掉一下 先切到动画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动画 前面有讲过动画窗格 里面有没有动画 有 有没有 这边有动画 你可以取消 那怎么取消 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它变成 比如说这个 这个如果有动画 你把油表放上去之后的话 它其实会告诉你说 哪一个动画 在这边 这一个 第一个动画 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要不就是这边把它删掉 要不然就把它改成没有 那我习惯是 这边点下去 这边有无 你可以把它改成无 你会发现那个动画不见了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 你也可以怎么 在这边点下去 它这边有移除 这样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然后呢 再来说 把下面难在 真诚且流畅的表达 然后淡出效果 所以 这边 它好像原来已经有 干脆把它移除掉了 就变成动画窗格里面都没有 然后呢 把这个选起来 选框框一下 然后淡出 所以先选淡出 然后预设好像是 它是 这个0.5秒 所以把它改成几秒钟 它要 两秒钟 所以 把这个地方稍微调一下 两秒钟 OK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设定吗 没有了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再播放一下看看 点它一下 它就出来 两秒钟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所以 最后的话 当然如果以后 你们就考证照 反正 再来就是 做检查 如果检查OK的话 那这一题应该就可以拿到分数了 所以请各位 把这一题 存档 然后存档名称的话 也许就是 206A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